四旬期第五週 星期四 基督作了新約的宗寶 以你的死亡 使那些蒙照的人 獲得所應許的永遠產業 天主 我們全心依賴你 求你撫聽我們的呼求 洗淨我們的罪污 使我們盜聖善的生活 以承受你許樂的幸福 因你的聖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祂和你及聖神 視為一天主 永生永和 阿曼 公讀聖約望福音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人若遵守我的話 就永遠不會看見死亡 猶太人便對他說 現在我們知道你是有魔鬼附身的 阿巴勒罕和先知們都死了 你卻說 誰遵守我的話 永不會經驗死亡 難道你給我們的父親 阿巴勒罕還大嗎 他死了 先知們也死了 你以為自己是誰呀 耶穌回答說 如果我稱讚自己 這些稱讚便毫無價值 然而 那光榮我的 是我的父 你們聲稱祂是你們的天主 但你們並不認識他 我卻認識他 若我說不認識他 我就跟你們 一樣成了說方者 我實在認識他 也聽從他的話 你們的父親 阿巴勒罕 期盼我來臨的日子 他見到了 非常歡喜 猶太人問他 你還不到五十歲 怎麼會見過阿巴勒罕 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 在阿巴勒罕未出生以前 我已存在 於是 他們就拿起石頭 要摘他 耶穌卻被開了 離開了聖殿 今天聖約望福音 的反省 是 聖使 若望不下的猶太人 與耶穌的對話 已經是 燒煙尼漫 這些自以為 掌握著 天主家庭的 守領們 卻無法 接受 這一事實 凡遵守 有耶穌話的人 就永遠不會看見死亡 他們認為耶穌簡直就是 蝕毒神聖 但他卻毫不讓步 因為他清楚自己所說的真實性 我認識父 就是他最大的資本 唯有他才有資格談論父 連他們的祖宗阿巴勒 都無權這樣做 阿巴勒出生之前 我已存在 這是專屬於 阿威自我啟示的用語 但這些目中無人的猶太人 卻無法認識耶穌 他啟示的高峰 卻成為猶太人想置他於死地的理由 即使如此 他也不會否定父的一切 阿曼